隨時的科學家研發出一種用真金製造 但幾乎好像空氣一樣輕的特殊物料 輕得可以浮在咖啡泡沫上 究竟這種被稱為黃金海綿的物料 有甚麼特點和用途呢? 黃金除了華麗,它的密度在金屬裏 亦是數一數二,純正的金比鉛更加重 但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學者 就徹底顛覆了黃金很有份量的印象 放在這杯泡沫咖啡上的是瑜伽包換的黃金 它不僅沒有下沉,甚至比泡沫更加輕 它是黃金的新型態,稱為黃金海綿 它由98%的空氣加2%的固體組成 密度只有純金的千分之一 是目前全球最輕的黃金型態,幾乎和空氣一樣重 在製造過程中,科學家先將牛奶蛋白和黃金的離子混合 蛋白纖維互相交織的同時 黃金會晶體化,形成火粒 產生一種黃金纖維網絡 再用二氧化碳將纖維網絡整乾,就大功告成 科學家又發現,當改變反應條件的時候 黃金海綿吸光的波長也會不同,令顏色起變化 過程中,如果不加入黃金,海綿就會呈白色 當黃金結晶成微粒,海綿會呈金色 眨眼看就和一般的黃金沒有分別 但如果黃金在結晶的過程中,結成更小的納米粒子 海綿就會變成深紅色 黃金海綿不單止同樣美觀,也有新的實際應用 例如它又輕又細,而且有多孔結構 適合用來做化學催化劑 將來電動車的電池就可以用黃金海綿吹化反應 提高效能 另外,黃金海綿如果受壓,導電性會提高 有潛力發展成靈敏的壓力感應器